大家好 我是Aulet 今天讲讲如何画趋势线 趋势线的定义就是连接两个或多个高点或低点的连线 就叫趋势线 那么也就是说在Mt4里面呢 这里有个画趋势线的一个工具 点击以后 那么连接低点 我们把相邻的几个低点连接起来 这就是一条趋势线 当然我可以稍微做调整一下子 使它能够更加贴合于更多的低点 向上一点没关系 这多出来是Week Week的话可以稍微做个调整 好 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 你可以这几个点都可以进行调整 这就是一根下面的下方的趋势线 那么上方趋势线也是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点连接以后 这个大概是一个上方的一个趋势线 那么价格呢就在这上里面运行 达到趋势线 它就是一个阻力或支撑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进行买单 卖单 趋势线有三个点 这可以调整 这里呢是以左边这个招为圆心进行旋转 中间呢是平移 中间可以进行平移 下面这个点呢是以上面这个点为圆心进行旋转 大家都可以调整 其实现在原则呢就是说你不能 太 就是把那个蜡烛图的尸体覆盖的太多 下方的这个wake 出来的一点小竖条的话 把它给 穿过去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上方的这个蜡烛图本体的话 不要太多 那这都可以进行调整的 当然有更多的 三个点三个点以上就更加精确一些 更加好一些 两个点就可以足够了 但是不一定能确定 有了三个点以后 我们就能更加确定这个趋势线的走向 可以画的更加准确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趋势线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